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宗佑 前些天接到了长辈的邀请 要他来首尔一起打拼赚钱 想着自己的女朋友也在这里生活 宗佑便一个人坐着大巴车 来到了热闹繁华的首尔 到了之后的第一件事 自然是要找一个安身之所 可宗佑一连看了很多家的旅店 都被那高昂的房租给劝退了 终于 他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叫 伊甸考试院的地方 那里的房价之低 甚至都让宗佑有些不敢相信了 于是 他立刻拉上行李往这个地方赶去 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 这个所谓的伊甸考试院 竟然是盖在一个荒废的大楼之上 宗佑见状本想直接转身离开的 可考虑到自己的存款 咬咬牙还是走了进去 一推开门 热情的管理员胖沈便迎了上来 带着宗佑就去参观了房间 宗佑看着眼前晦暗潮湿的小屋 不禁地叹了口气 随后胖沈又对宗佑说 这里的房租之所以这么便宜 主要是因为这里曾经死过人 虽然宗佑的心中是一百个不情愿 但是碍于眼下的经济状况 他也只能暂时将就地住下来 并希望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后 尽快搬离这里才好 拿到钥匙住下后 宗佑精疲力竭地躺在了小床上休息 殊不知一场可怕的噩梦 正在一步步地朝他逼近 在这里 宗佑见到了暴脾气的黑老大 喜欢看岛国爱情片的眼睛男 还有脸上笑嘻嘻 心里妈卖皮的小结巴 当然除了这些怪人 宗佑还遇到了不少怪事 因为早在入住之前 胖沈就告诫过他说 楼上的房间因为一场大火 所以已经荒废很久 没人去过了 但宗佑刚刚躺下 就听到了房顶传来的奇怪声响 他本想起身前去查看 结果在楼梯间里 遇到了拿着一把玩具枪的小结巴 宗佑被小结巴这么一闹 心里也是不惊地有些害怕 于是便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宗佑所在辖区的片景真花 又接到报案说 小区的垃圾堆里 有尸体腐烂的味道 于是真花立刻赶到了现场 打开垃圾袋之后 才发现是一只死去的流浪猫 回到警局之后 真花越想 心里越觉得不对劲 于是便对同事说道 之前小区里发生命案之前 就有流浪猫死亡的先例 这次会不会是 又要发生什么命案呢 同事听后却不以为然 只觉得真花啰哩啰嗦地讨人厌 于是便提醒他说 你不是还要去休牙吗 真花被同事这么一说 突然想起自己曾约好了牙医 于是连忙朝着牙科医院就跑了过去 真花到了牙科医院之后 却发现之前预约好的牙医 正提着一个礼盒准备外出 牙医告诉真花说自己临时有事 可能要外出一趟 今天的会诊 就帮你找一个更好的大夫来操作吧 真花听后点头答应下来 牙医随即便匆匆离开了这里 夜幕降临 就在所有人都准备睡下的时候 黑老大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里 平白无故地多出了一颗玩具枪的子弹 很显然 这是小结巴玩具枪里面的东西 于是黑老大愤怒地找上了他 抡起拳头 就准备朝他打去 结果这个时候 衬衫哥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 一把攥住了黑老大的胳膊 任凭黑老大如何使劲 却始终都不能挣脱衬衫哥的手掌 黑老大见状也直接认怂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隔天一早 天刚微微亮 黑老大就听到楼上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昨晚的火还没消 这一大早 又有人来打扰自己睡觉 黑老大彻底地怒了 于是直接抡起一把水果刀 就推门走进了楼上的房间 结果在昏暗的走廊尽头 黑老大竟然看到了一具 浑身是血的尸体 这不禁吓得他 棱在了原地 可你看他身后 那扇木门被缓缓推开 然后下一秒 黑老大就被神秘人用斧头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绑在了椅子上 而面前看守他的人 竟然就是之前的那个小结巴 但黑老大不知道的是 其实小结巴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之前拿玩具枪的那人是弟弟 而如今那斧头的这人是哥哥 但是黑老大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眼下赶紧逃出去才是正事 于是他趁小结巴的哥哥不注意 直接挣脱了胶带 并立刻拨通了骗区警察牢里的电话 说自己住的地方发生了命案 希望赶紧派警察过来进行搜救 结果黑老大的话还没说完 手机就没电自动关机了 于是他便准备悄悄地溜出去 结果刚走没多久 就被之前的那个衬衫哥 一棒子又给打晕了过去 不久之后 处理完黑老大的衬衫哥 下楼来到了餐厅 正巧遇到在此吃饭的小结巴 他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怒斥他 为什么连个死人都看不好 小结巴听后 吓得不轻 直接自删耳光 以示歉意 但衬衫哥却不领情 反手就把小结巴的泡面 盖在了他的头上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不久之后 接到报警的老李 来到了伊甸考试院 可此时 却早已不见了黑老大的身影 于是他找寻一番无果之后 便准备开车离开这里 不料却遭到了衬衫哥的偷袭 两人在车里缠斗一番过后 衬衫哥直接用刀刺死了老李 这时 那名牙医突然打开了车门 从手里的礼盒里掉出来了一大堆的针管 然后他捡起一只 直接扎进了衬衫哥的脖子上 牙医直接掐死了衬衫哥 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他的住所 开始默默监视起了宗佑的一举一动 午夜时分 宗佑一个人为了新工作 而发愁地睡不着觉 于是便来到顶楼散心 这时 那名牙医也跟了上来 并热情地和宗佑攀谈了起来 可宗佑不知道的是 站在他面前 这个道貌黯然的牙医 其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话说自从黑老大被打晕之后 就一直被绑在四楼那个废弃的房间内 这天牙医下班回来后 便拿着手术刀找到了他 并硬生生地将黑老大的牙齿 全部拔了下来 还特意选了一颗门牙 做成了戒指 看着他面前满满当当的手势盒 可想而知 已经有多少人死在了他的手里 隔天傍晚 宗佑下班回去的时候 注意到小杰巴兄弟俩 正抬着一个大麻袋 坑坑吃吃地往外走 宗佑觉得 这么晚了 这俩人竟然出门扔垃圾 这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便悄悄地跟了上去 躲在一旁的角落里 偷看起来 不料这时 牙医却突然冒了出来 并质问宗佑躲在这里做什么 宗佑虽然被牙医吓了一跳 但还是如实地告诉了 他自己心中的怀疑 牙医听后倒是不惧 随即便来到了小杰巴的面前 要求他把麻袋打开看看 宗佑文言也赶了过来 结果 麻袋被打开的一瞬间 宗佑就被吓得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一旁 原来 里面装的是一只死去的小猫 小杰巴解释说 他是误食了老鼠药 所以才死在了路边 自己看到了 便顺手装了起来 虽然宗佑对小杰巴的话 还是半信半疑 但是眼下 他也被吓得不轻 于是便直接转身回了家 另一边 附近的片景真花 又接到了报案 一个外籍女子说 自己的男朋友 最近在伊甸考试院附近走失了 至今都下落不明 希望真花能帮忙自己找找看 可这名外籍男子 其实早在几天前 就被小杰巴兄弟俩 偷偷地埋在了后山之中 如此看来 住在伊甸考试院的这些人 个个都是身藏不露的狠角色 就连一向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胖婶 也会悄悄地割下些人肉 来制作生烟冷餐 供租户们食用 这天晚餐的时候 牙医难得下班比较早 于是便和宗佑一起坐下来吃饭 过程中他热情地向宗佑推荐 管理员胖婶 亲手做的腌肉 可宗佑尝了一口之后 却觉得味道怪怪的 于是便不再动筷子 看宗佑白手拒绝 牙医一个人吃的 却津津有味 伴随着忽明忽暗的灯光 她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邪魅的微笑 看得宗佑不禁地 在心里打起了寒颤来 宗佑随便找了个理由 便匆匆地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睡下了 结果第二天 在出去上班的路上 遇到了那个骗警真花 原来 真花是来调查 那名外籍男子失踪案的 可胖婶却告诉她说 虽然那名外籍男子 曾经住在这里 可是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她了 但真花的心里 却泛起了嘀咕 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 真花在巡逻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小结巴的手上 戴着一个和那名外籍男子 一模一样的手表 所以真花严重怀疑 那名外籍男子 就被藏在这栋大楼里 可胖婶既然这么说了 进床进去搜捕 于是便开车掉头离开了 但是没走出去多远 真花就拦住了 同事从伊甸考试院里 走出来的宗佑 她邀请宗佑上了车 并开始向她询问 一些关于伊甸考试院的事情 可宗佑毕竟也是出来乍到 对这里的一切还不了解 不过她告诉真花说 在伊甸考试院里 失踪的可不是只有一人 前些天的那个黑老大 也平白无故地 不见了综艺 前些天 还有一个叫老李的警官 曾来这里找过他 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给了宗佑一张名片 并表示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随时联系自己 宗佑接过名片之后 便下了车 而真花则静直地赶去了 牙科医院 她又遇到了之前的那个牙医 结果在休牙的过程中 真花无意间谈到了 关于外籍男子失踪的案件 牙医听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凝固了起来 毕竟人是她杀的 如果真花继续这么调查下去的话 迟早会将自己给拉下水 于是 她借故走出了手术室 悄悄地关掉了牙科诊室里的监控 然后拿着一剂麻醉针 准备将好事的真花也给处理了 好在这时 真花的同事打来电话 希望真花能尽快赶回警局 牙医这才决定暂时作罢 姑且先放真花一条生路 另一边 宗佑下班回到考试院之后 胖沈便热情地为她送上了一杯冰咖啡 原来 胖沈白天的时候 撞见了宗佑上了真花的警车 于是便问她 有没有说什么 关于医殿考试院的事情 见宗佑摇头否认 胖沈这才放心地放她回了屋 结果不一会的功夫 宗佑便觉得头晕脑胀 天旋地转 然后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恍惚之中 宗佑只觉得 牙医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宗佑正睡得迷迷呼呼的时候 突然被墙上挂着的书包给砸醒了 好在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 宗佑起身来到桌子前 却发现自己的电脑 似乎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于是便找到了胖沈 希望从她那查看一下监控录像 结果果然发现了猫腻 眼睛男趁宗佑不在的时候 曾一个人去过他的房间 这一下宗佑可忍不了了 于是挥舞着拳头 便找到了眼睛男 然后立声怒斥道 宗佑和眼睛男的争执声 很快就吸引了所有租户们的注意 大家纷纷推门出来查看情况 而这一幕 也成为了宗佑心中最可怕的梦魇 那一刻 他似乎觉得自己陷入了恐怖的深渊 周围的所有人 仿佛都变成了可怕恶魔 宗佑健壮也不再继续 和眼睛男纠缠 直接转身回到房间 便再次昏昏地睡下了 第二天 宗佑在去上班的路上 又遇到了那个骗警真花 于是他便将之前在房间里 捡到的一个笔记本 交给了他 并特意嘱咐真花说 他经常听到四楼的房间里 传出来奇怪的声响 希望真花能抽空过去查看一番 而这一幕 不巧又被胖沈看在了眼里 于是 他立刻找到了牙医 神色慌张地说道 最近来的那个小男孩 宗佑 似乎和警员真花 走得很近 既然你交代过 不允许我们动宗佑 那么 最起码 也要把真花给解决掉吧 毕竟这伊甸考试院里发生的事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牙医听后表示 自己会看着办的 而另一边 真花为了调查清楚 宗佑说的怪事 于是便一个人来到了伊甸考试院 他轻轻地推开四楼的房门 发现里面一片漆黑 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于是便暂时 转身离开了 殊不知 此刻四楼的房间里 与此同时 由于近来工作压力巨大 再加之居住环境恶劣 宗佑已经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于是他趁部门聚餐的时候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烂醉如泥的他 被同事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了回去 而宗佑的女友志恩 因为担心宗佑的身体 所以便打来了电话问候 看电话 始终都没有接通 于是 志恩便按照之前宗佑告诉过他的地址 一个人朝着伊甸考试院赶了过去 而等宗佑清醒了一些之后 看到志恩发来的短信说 自己已经到了伊甸考试院楼下了 心中不禁地担心起来 那地方满是变态恶魔 志恩一个人深夜前往 必然是凶多吉少啊 于是 宗佑着急忙慌地便往回赶 而此时的志恩 却已经被那名牙医给拦了下来 宗佑担心志恩会遭遇不测 于是拉上警局的真花 可到了考试院才发现 志恩正好好的 和小结巴他们坐在桌子前 虽说是虚惊一场 但是宗佑还是不断地告诫志恩说 以后不要深夜一个人来这里 宗佑叙叙叨叨地说着自己的担忧 可在志恩看来 这却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既然不喜欢 那就搬出来 如果不想搬 那就别抱怨 成年人的世界里 哪有十全十美呢 两人大吵了一架之后 志恩愤愤地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宗佑也失魂落魄地 重新回到了房间 胖沈看宗佑心情低落 于是主动地送上了红参饮给他喝 可宗佑刚喝下去没多久 就又昏迷了过去 胖沈这时又找到了牙医问他说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杀了宗佑这小子 他实在是有些碍眼了 可牙医却再三警告胖沈说 没有他的允许 谁也不能动宗佑一根毫毛 隔天一早 宗佑就又在餐厅遇到了眼睛男 看着他一言不发猥琐的样子 宗佑就气不打意出来 于是宗佑这一次不再忍耐 直接走上前警告眼睛男说 如果你再来骚扰我的生活 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时 小结巴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看着宗佑生气发飙的样子 在一旁止不住地呵呵傻笑 宗佑随即怒骂道 谁知这小结巴的哥哥听后 竟然直接走上前来 准备和宗佑拼命 好在牙医及时出现 将其拦下 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战 下午的时候 宗佑约了志恩出来逛街 可恍惚间 好像又看到了牙医的影子 于是宗佑又神秘兮兮地 和志恩聊起来 自己在考试院里 经历的这些怪事 志恩本就不想听这些糟心事 于是美好气地对宗佑说 不舍得花钱 还光想住豪华大酒店可能吗 我发现 你真的是越发地矫情起来了 志恩说完 便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宗佑一人愣在了原地 随后 宗佑便来到商店 买了一把水果刀 他觉得 都是考试院的这群怪人 才把自己变成了 如今的这副模样 于是他鼓起勇气 准备今晚就上去看看 四楼房间里 究竟藏着什么 而与此同时 小结巴兄弟俩 还在为白天的事愤怒 不料 晚上宗佑竟然主动地 推门进入到了 四楼的房间中来 小结巴的哥哥见状 便准备趁其不备 将宗佑给杀了 于是便悄悄地 朝宗佑走了过去 可下一秒 他自己却被人用刀捅了脖子 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原来 是牙医 发现了楼上的异常 于是便拿着手术刀 冲了上来 正巧看到小结巴的哥哥 准备对宗佑发起偷袭 于是便抢先一步 将其杀害 而宗佑 则因为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才侥幸地躲过一劫 虽然宗佑在四楼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心里却一直都有着疑虑 原来的那个黑老大 究竟去了哪里呢 镜头一转 浑身是伤的黑老大 被胖沈等人 关在了一个房间内 他浑身是伤 被麻省捆得严严实实 痛苦地趴在地板上挣扎着 可胖沈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嘴角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另一边 考试院里 又来了一个小帅哥 年纪也和宗佑差不多大 于是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这一天 宗佑和小帅哥 一起外出闲逛 在一家餐厅里 两人又聊起了 考试院的这些怪事 此外 宗佑还拜托小帅哥说 如果平时不爱出的话 请帮忙看着点我的屋子 如果有奇怪的人 推门进去 请第一时间拍照 并告诉我 这天晚上 宗佑本想想去找女友 志恩赔礼道歉 结果刚刚来到他家楼下 就看到那个小帅哥 发来了短信 说 眼睛男又悄悄地 去宗佑的房间里了 看着小帅哥传来的照片 宗佑气得是火冒三丈 于是也不管什么女朋友了 直接便非一般地 赶回了考试院 然后对着眼睛男 就是一顿怒骂 这时 胖婶也闻声赶了过来 宗佑见状 立刻要求胖婶 对眼睛男进行搜身 他怀疑 眼睛男一定是 偷了自己的东西 可此时 胖婶却一改往日和善的面容 冷冷地对宗佑说道 宗佑被胖婶的一席话 搞得是更加的无语了 于是不管不顾地 冲进了眼睛男的房间 然后风一般地翻找起来 可最终 宗佑也没找到什么可疑的物件来 于是 只能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房间 坐在椅子上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 宗佑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公司上班 结果却遭到了同事的频频刁难 一气之下 宗佑将公司里的电脑键盘 砸得稀碎 然后一个人来到网吧 准备打局游戏 排解一下心情 不料在这里 他又遇到了一帮 吵吵闹闹的高中生 心烦意乱的宗佑 直接让网管 将几人赶了出去 可当宗佑从网吧出来后 却发现着这些高中生并没有离开 反倒是堵在门口 准备好好地教训一下宗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宗佑可是军人出身 对付他们这帮子小毛孩 岂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时 牙医又突然出现在了宗佑的面前 并关切地对她说道 不要怕 以后我都会守护在你的身边呢 牙医将宗佑给带回去之后 细心地为她处理好了伤口 可宗佑却对此感到细思恐急 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 似乎都在被牙医所监视着 隔天 那群被打得高中生的家长 便将宗佑给告到了警察局里去 并以霸凌的罪名 要求宗佑赔偿一切治疗费用 这时 那个牙医又冲了过来 并一把将宗佑赔偿款的事情 全部包在了自己的身上 可宗佑对此 却无动于衷 甚至冷冷的牙医说道 我不会再任你摆布了 明天我就从考试院里搬出来 另一边 真花还在调查刑警老李失踪的案件 她通过查看监控发现 老李最后出现 就是在考试院的附近 而在此地 往来的大陆就只有一个 老李 既然没有被监控拍到回来的画面 那么就证明她的车 此刻应该还在考试院的附近才对 于是 真花又联系了在检察院上班的姑姑 希望从她那能得到些帮助 四日一早 心烦意乱的宗佑 又来到了公司上班 可旁边的同事 却又开始了找查 这下宗佑彻底怒了 拿起一个糖瓷水杯 就砸在了她的头上 宗佑的上司见状 赶紧来拉架 可宗佑却冷冷地警告她说 到了晚上 上司特意叫了宗佑一起吃饭 并在饭桌上 又聊起了白天的事情 还指责宗佑说 太过于冲动莽撞 可宗佑听后 却不乐意了 直接拿起酒瓶子 就准备朝上司打去 好在这时 牙医突然出现 宗佑这才放下酒瓶 拉着她一起慌忙地逃了出去 不久之后 上司郁闷地独自返回了公司 可下一秒 她却被埋伏在此的牙医 直接用手术刀割破了喉咙 牙医告诉她说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来招惹 被我看上的宗佑 今天的这点疼 就当是给你的一点教训吧 牙医说吧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上司 却死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可你仔细看 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 显然还藏着一人 原来 她是上司 约来聊天的记者 不料 两人还没说上话 就被牙医先一步 把人给杀了 于是 记者便一直躲在桌子下 直到牙医离开之后 她才赶出来 但是她却不管上司的死活 而是直接驾车 跟着牙医一起 来到了考试院的楼下 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 让她觉得这件事 一定会是个重磅新闻 于是便 不管不顾地跟了过来 殊不知 她的噩梦 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考试院内 那名租住在此的小帅哥 被小结巴等人 拉着 坐在饭桌前聊天 可几句话之后 小帅哥便觉得 这些人精神有问题 于是便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晚上 百无聊赖的小帅哥 似乎也听到了 楼上传来的奇怪声音 于是便壮着胆子 推开了那扇铁门 结果正巧看到 眼睛男等人 正在费劲地搬着什么东西 可他还没看清 那是什么 牙医便拿着棒球 从他背后走了过来 打晕了过去 可不久之后 他却发短信给宗佑说 自己和牙医在房间里玩得很开心 要宗佑赶紧回来一起玩 宗佑看到这个短信之后 也立刻就猜出 小帅哥肯定是遭人绑架了 于是便疯一般地赶了回去 结果却看到小帅哥 有说有笑地 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 还吵吵 要他不要搬走 继续住在考试院里 和自己玩 宗佑听到小帅哥的这些话后 只觉得 他和牙医是一伙的 于是便也不再理会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小帅哥 其实已经被牙医打断了脚踝 他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话 是因为牙医用他的性命作为威胁 逼他这么干的 眼看挽留宗佑失败 牙医也露出了残忍的真面目 直接将小帅哥拖到四楼 交给了小结巴等人来处理 结果这小结巴 倒是没有直接将小帅哥给杀了 而是和他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但是小帅哥的脚踝被打断 走起路来一蹶一拐的 哪里又会逃得过小结巴的追击呢 这时胖沈突然走了过来 要小帅哥躲在一块木板的后面 然后假意地告诉小结巴说 他没有见到小帅哥的踪影 实则却暗戳戳地 给小结巴指了指小帅哥现在的位置 最终 在众人的恐吓与折磨下 小帅哥被残忍地杀害了 另一边 真花虽然没有查到 失踪牢里的下落 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了 之前那名记者的尸体 他似乎是被人直接用刀砍了脖子 手段极其残忍 现场特别血腥 原来 那晚这名记者在尾随着牙医 来到考试院后 迎面就遇到了下楼的小结巴 小结巴本想借着他的手来扳倒牙医 为死去的哥哥报仇的 但是不料这个记者 很快就被牙医发现了踪迹 然后趁四下无人 直接将其砍杀在了汽车之中 与此同时 牙医又假借宗佑领导的身份 将宗佑的女朋友志恩 给骗到了考试院楼下 然后将其打晕绑起来后 便用志恩的手机 拨通了宗佑的电话 宗佑一听是牙医的声音 内心顿感不妙 于是立刻坐着出租车赶了过去 宗佑来到考试院的楼下 随即便给真花打去了电话 说考试院内有一群变态杀人魔 希望她能尽快带人前来支援 挂断电话之后 宗佑便再一次地来到了考试院内 结果瞬间就被牙医等人打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牙医捆在了椅子上 恍惚之间 宗佑似乎看到了一旁的志恩 但此刻的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板上 宗佑发疯般地对着牙医怒吼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牙医只是将一串牙齿手链 轻轻地戴在了宗佑的手腕上 然后笑着对她说 一切都结束了 我会救你的 另一边 真花也一个人来到了考试院内 毫无防备的她 很快就被胖神等人打晕 关进了一间牢房之中 这时 好色的眼睛男还想走过来 玷污真花 不料 却被真花用地上的碎玻璃扎 生生地戳下了一只眼睛 眼睛男痛苦地尖叫起来 可下一秒 胖神却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她怒骂眼睛男不守规矩 死有余辜 然后直接将手里的热水 朝她泼了过去 随后又抡起斧头 将眼睛男的脑袋 砸了得稀巴烂 而这一幕 正巧被路过的牙医看到 于是 胖神便解释说 自己已经等不及了 要赶紧处理掉 这里所有的人 然后搬去一个凉快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 除此之外 胖神还警告牙医说 不要忘了 是我将你抚养长大 有些事 你不要太蛮横无礼 对于宗佑那小子 我已经看他不爽很久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他给杀了 不料牙医听后 并没有阻止 反倒是告诉胖神说 此刻宗佑就在餐厅 想杀的话 就赶紧去吧 可当胖神来到餐厅之后 才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宗佑的身影 于是愤怒的她 便抡起菜刀 准备来好好地教训一下牙医 可下一秒 她就被牙医拽进了房间内 然后一斧头 披在了脑门上 不久之后 小杰八看到了胖神的尸体 又想到了之前哥哥 被牙医杀死时的惨状 于是便拿着菜刀 来到天台 准备找牙医报仇 结果非但没有杀死牙医 自己反倒是被刺穿了喉咙 死在了瓢泼的大雨之中 解决完了小杰八之后 牙医又一次找到了宗佑 但她看宗佑无论如何 都不愿成为自己忠实的仆从 于是便也起了杀心 和宗佑在楼道里 大打出手起来 一番激烈的缠斗之后 宗佑掏出藏在手里的钢刃 直接割断了牙医的喉咙 然后宗佑骑在牙医的身上 不断地发泄着 自己心中的怒火 直打的牙医血肉模糊 才慢慢地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被关在牢房里的真花 也醒了过来 她用尽全力 砸碎了 绑在眼睛男角上的电子锁烤 随即便触发了 内部的报警装置 不久之后 警察们赶到了医殿考试院内 在一片炼狱之中 就出了包括宗佑在内的几人 经过几天的休整 宗佑也在医院里 逐渐地康复了 这天她坐在病床上 聚精会神地抱着电脑 开始打字 而当镜头缓缓地 对准电脑屏幕的时候 却发现宗佑在文档里 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死字 而此刻宗佑的脸上 也露出了和牙医一样的 鬼魅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